我就先问你一个问题 其实上海人都很温柔的 在上海长大养出一个 就全国家队里就比你最棒 不是那个 在球场上 这是个竞争的项目 就人的这种个性的这种养成 不是说我一时来的 就可能是与生举来的 但很多时候就在比赛有竞争的时候 就是我们从小一直想 比如说赢 你不想赢啊 对吧 50%的球你让我让我肯定不让 一个好胜好斗的这种心理 必须你在竞技球场上体现出来的 足球是11个人想 动不动就一给你绊导 弄不动就想跟你打架 什么道理 那么我们队员现在很克制 足球比赛 你们作为职业团 因为我们的观众 很多时候看不出来 就有人会赖你 怪你 人家采判也没什么 分之一怎么就冲上去 但你们作为职业团 你们是他你不知道你们是能看出来 这种比赛 他不可能不犯错 对吧 你跟他去说的时候 他跟你说什么 观众能听到 我们都能听到 而且这个比赛很激烈的时候 往往这个一个球可能会转变 整个态势 这个时候你要去跟他距离力争了 有的裁判就可能一向是马上调整过来 有的裁判就给你蒙掉了 但这个为什么要去争 有时候他常常跟你这一句话 就像18年那个时期 你说我都年龄都这么大了 我怎么会 我当时看了新闻说 那样老饭怎么 还那个 热血还在 我是敢于担的 我范志祺这个岁数无所谓了 我都是想好的 事情的最终焦点 原点是存在哪里 你不管发生什么 最终谁带着这个球队 范志祺带的 那你还不如俱乐部不要收手 球员不要收手 我收手没关系 你不要忘记 你生化这支队伍 对于我来说是意味着什么 那当然了 这不就是你几乎大半个 整个的最灿烂的人生 一脚球 一脚球啊 红的墙 红的墙 蓝的 蓝的 我想一想过一下 跟个比赛 哪想的话 你们肯定能提好 关键如何在世界上 把这个问题都处理好了 我想肯定没问题 球场上11个 首发的 要想一个拳队员 成王 加油 你知道很多时候 自己也在想 这个脾气性格 你叫我去改变我不肯 当然自己还是在 不断地去重新 因为我可能现在是教练员 我允许我的队员这样去做 但我要教诲他 就是一个合理的 处理的方式方法 可能最终的效果是 我们都在想 被理好 我们都在家里 股大 有收益